南投竹山銷訊中心 在日前才因為易南打架 在寢視抽菸等脫序行為引發討論 沒有想到今天又傳出 由易南才剛報導 公共生活區域的廁所 竟然全部都是煙蒂跟垃圾 現場非常的髒亂 不堪入目 看起來就跟廢墟一樣 廁所滿地垃圾 架子上全是煙盒 還有各種飲料零食的包裝 洗手臺上垃圾成堆 就連小便斗和水槽也全是煙蒂 更噁心的還不只這樣 往裡面走打開門 還能看到敦式馬桶周圍充滿髒污 垃圾也如同小山一樣堆砌 現場髒亂不宜就如同廢墟 如此髒亂的環境 就在南投竹山的消防署訓練中心 有易南才剛報導不到兩天 就看到公共生活區域的廁所 全是煙蒂和垃圾 令人看了非常不适 日前消訓中心才因易南發生衝突 還有人在寢室抽煙而引發討論 如今又有疑似是因為易南造成廁所髒亂的問題 替代易南為期一個月的訓練內容 包含緊急應變防救災火災搶救等專業訓練 目前已將廁所全數修復完畢 也希望未來不會再有類似事件發生 記者曾如辰南投報導